你是否遇到过Windows电脑运行速度越来越慢 电量消耗过快的情况 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些应用在后台偷偷运行导致的 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在Windows电脑上 精准地打开或关闭单个应用程序的后台运行权限 帮你优化电脑性能 Windows里单个应用的后台应用权限 指的是应用在非前台运行时 能否在后台直行任务的许可 由此权限就能在后台更新数据接收消息 反之则不行 所以当你发现你的电脑的运行速度变慢的时候 很有可能是这些有后台运行权限的应用程序 在后台悄悄地运行 消耗你的电脑资源 那如果你要想解放这些系统资源 让你的电脑运行速度变快 电池使用时间更长 那么就可以把这些可以在后台运行的应用程序设置为 不允许在后台悄悄地运行应用程序 那这样就可以帮你释放更多的电脑资源 让你正在运行的前台应用使用 可以提高电脑的性能 如果你想在Windows里边精准地打开或关闭 单个应用程序的后台应用权限 你可以这样操作 比如在Windows 11里边 我们可以点击开始菜单 点击设置 点击左边的应用 点击上面安装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找到这个应用 Power Automate 点击右边这三个点 这有一个高级选项的菜单 点击一下 那在这里边有一个后台应用权限的选择 让此应用在后台运行 那有三种选择 第一个是始终 那始终这个选择是什么意思呢 始终会始终允许应用在后台运行 比如接收信息 发送通知 保持最新状态 其实你未主动使用它也是如此 但是这个问题是 可能会因此使用更多的资源 比如说电源 内存 CPU 那第二个选择 电源以优化 这是推荐的选择 在这个电源优化选择里边呢 Windows将决定哪些内容 有助于节省最大电量 同时仍允许应用 定期接收通知和更新 此选项可能会限制 使用更多功能的应用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从步 那从步这个选择呢 当你未主动使用应用时 它就不会在后台运行 你不会收到应用的任何通知或更新 但是 这有助于节省最大的资源 比如说电池电量 比如说内存 比如说CPU 那什么样的应用 才会有这个高级选项呢 一般都是 在Windows Store里边安装的应用 才会有这个高级选项 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应用 就不是从Windows Store里安装 就没有这个高级选项 我们再看一个Macro To Do 这个有高级选项 因为这个是 微软提供的 对吧 那点开这个高级选项 你就可以到这个里边来设置 这个应用在后台运行的权限 什么时候让它运行 什么时候不让运行 从而达到节约资源 节约电池 电量的目的 那对于这些没有高级选项的 这个应用 我们如何设置 它在后台运行的权限呢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里 给大家详细讲解 好 这个就是这个视频的内容 最后请大家点个赞 关个注 下次想看不迷路 再见